早上好 我是嘉顺 欢迎收看11月4号的百歌晨报 单荣彼爱国习补选上周六提名结束 也意味着六角战正式开打 过去的补选经常会出现许多的种族言论 不过现在两大阵营的候选人 也就是西蒙·卡敏和国阵黄日升 异口同声表明竞选期间拒绝种族主义 新洲日报与光明日报头条给了林冠英 揭露有一个暗示力正在渗透各政府部门公务体系 公然违反了首相以及部长的指令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摧毁西蒙政府的公信力 中国报头条说的是家暴新闻 在故事的9个月中 大马共发生了4277宗家庭暴力事件 其中受害者更以私人界的职业女性居多 每日新闻头条给了人在泰国曼谷出席第35届 东盟峰会的首相马哈迪说辞 他指大马如今已经被限制 不能够与伊朗交易 而这是因为某个国家对伊朗进行制裁 也限制其他国家不能够与伊朗交易 但他并没有透露限制的国家是哪一个 只是说这个国家太多话了 南洋商贸头条是提醒民众在另一组时 不要忘了数字资产 这像是你脸书的珍贵家庭照 或是电子钱包内的余额都算是资产 你每个月的薪水够用吗 车贷房租伙食费处事保险费等 是不是让你喘不过气呢 根据大马统计局早前发布的 马来西亚2018年收入与薪资调查报告 全国雇员的中位数收入是2308令吉 平均是3087令吉 如果以区域做薪资区分 城市地区的中位数收入为2415令吉 平均是3274令吉 然德上述的金金 对于许多住在城市的人来说 根本是不足以支付生活费用 根据2018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政策报告 吉隆坡的单身成年人 每个月大约需要2700令吉来维持生活 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至少需要4500令吉 而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则需要6500令吉 此外雇员工基金在Blanja万雇预算指南中 就列明了在巴生河流域的拥车人士 每个月基本开销为2490令吉 与上述调查的2308令吉的中位数收入相比 显得入不不出 换个焦点 我国较早前陷入了学找一字的争议 而彭衡淡马鲁市议会宣布明年起 广告招牌必须要有找一字 但如今不只是淡马鲁市议会 而是整个彭衡州 彭衡州政府宣布 从明年1月开始 所有商店以及广告牌都必须要增加找一字 彭衡房屋和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阿都拉辛说 对于无法遵守规则的商家 地方政府有权进行罚款 罚单每商最高250令吉 而随着政府宣布措施之后 官单市内一些行人天桥上的广告牌 高架天桥等矗立的巨型广告牌 都已经陆续出现找一字 今天承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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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